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想分享一個最近非常滿意的戰利品 就是Cose的迷你小雲朵 這個我等了很久 然後最近多觀眾買到 應該貨源是有的 它不同大小都是很難買 總之今天就分享一下它的容量 然後我的購買經過 有什麼攻略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了 它叫做Quilter Bag 袋如其名一個縫印 裡面好像塞了很多東西 一張皮的樣子 然後這個大小叫做Micro 它有一個再大一點的可以上薄的 叫做Mini 應該是最多人拿的 這個是不行的 它只可以手腕或者拿著 然後再大一個就是可以斜背的 但是我覺得那兩個對我來說太臉腫了 我只喜歡這個大小的 它的價錢是350元 Mini是450元 斜背那個是650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 總之我覺得它們是很划算的 然後這個裡面現在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它已經是漲漲的 是很有趣的 然後如果你裝滿了 沒錯 我買了這個紫色 它裡面就會是這樣的 它不會說前面看很大分別 但是旁邊就會看到它裡面是全部漲漲的 撐到這麼大的感覺 它也是很輕巧的 不像是塞爆了 但是裡面是裝了極多東西的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大小 是絕對放得到一部iPhone14Pro的 完美可以放進去 再拉上拉鍊的 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這裡我是塞到很滿的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放到什麼 首先是我的卡住 是很多很多卡住 在裡面的 然後有一包超滿的紙巾 然後呢 就是我的AirPod 然後是一個Portable 一個這樣的盒 裝著線 再加上 這個就是行動電源 再有一支唇膏 有第二支唇膏 再來第三支唇膏 還有一盒糖 再有多一個卡住 然後呢 還有一支香水 是沒有完的 你看到裡面呢 現在開始沒有那麼醬了 還有這個呢 是用來的衣服 如果弄髒了 馬上去織 然後 還有鎖匙 到最後呢 還有一把傘 有沒有嚇到 不要看它的袋子小小 講到很多很多東西的 這個呢 是我今個月買的 然後黑色呢 是上個月買的 那之前呢 講一下故事啦 我去年看到有個女生 很高的 穿著全身的黑色 拿著這個袋子 嘩 好帥啊 我就想了很久 它是不是靠近的呢 因為我看到平日 大家都是上博那個 我試了很多次 不同的顏色 我都是不喜歡的 那這個呢 那個樣子好似 我就去店裡問一下 他就說呢 是他們的店 但是很久沒有回貨了 那一路呢 我就不斷進去看看 有空又經過見到 又進去逛逛 都是沒有的 差不多半年了 完全見不到任何蹤影 他們都是說沒有回貨的 直到呢 7月 他終於是回了一次 黃天不負有心人 我就買到他了 然後這個月呢 我有朋友想買呢 我就有他逛逛 結果讓我看到 他再出了這個淺紫色 他是超級漂亮 但是二選一呢 我應該都是會選黑色的 因為他很好搭 冬天、夏天 一年四季 任何的風格 他都用到的 但是這個紫色呢 是穿白色衣服 一些比較夏日的衣服 會搭一些 不過呢 他出任何顏色 我應該都看到就買的了 好喜歡 這個袋是超輕的 他放很多東西 都不會累贅 不會臃腫的 他沒有東西的時候 又漲漲漲漲 很多東西呢 只是會很有趣的這樣漲 他不會噁心的 這個袋是極度好搭 所以呢 大家看到 記住買 350元不貴 你在一些韓國的IG購買東西 買個袋 可能都要四五百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是性價比很高 還有觀眾呢 是給了一些小小的提示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 尖沙咀和中環呢 應該是 從店員去講呢 分享是最多貨的 大家可以走這兩間 尖沙咀呢 他是在一個 海港城連著那個 叫做 港威商場 總之去到最嘟嘟 City Super Sara那邊呢 去到最嘟嘟 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中環的話呢 我就覺得是比較多人走 但是如果你要買呢 就在午餐之前呢 午餐之前呢 你去買是會比較大機會的 這個就是我買他們的小提示 我自己是喜歡走金鐘的 不算太多人 但是呢 他們很快就買完的 大家可以有空去看看 或者是Follow我的IG 因為我看到我買了 又看到有貨的話呢 不是最後一個呢 我都會分享的 對啦 你們有沒有買呢 有沒有觀眾看了我IG之後買呢 就一起開心分享一下 Anyway 今天的快樂開箱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的 對啦 因為我要趕著出去吃飯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推出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假到三星期 希望我可以趕著進度 每個星期出片 好啦 下條片再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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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